台湾艺人唐志平若明知是自己的母亲又不认识 那么灵界的结果会如何? 刚死的人灵魂会在家里吗? 拜祖先是在拜鬼吗? 如何救度亲人的钟音声?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台湾艺人唐志平的73岁母亲被发现成是在社区顶楼 但儿子唐志平认为该民死者与母亲有多点的不同 未领回遗体办理后事 针对此情况,民俗专家廖大乙气愤说 若心里民知道是自己母亲却故意不领回 这就是民俗上所说的背骨六亲不认 传统上来说是要下地狱的 廖大乙表示 百善孝为先,不论他与母亲有什么恩怨 但是人死为大,就不应该计较过去的是与非 起码要尽孝 唐志平是社会名人 这是非常不好的示范 导致人神共愤 这也对他们家的历代祖先是非常大的羞辱 假设他们是别的宗教也是一样 民俗专家廖大乙表示 不论世人和亡者生前有多少恩怨 此时就该一笔勾销 因为亡者没有办法论是与非 该以死者为大 以尊敬尊重的心恭送他最后一层 但若是死者的后裔 明知是自己的母亲又不认识 廖大乙说 不遵守百善孝为先 很离谱的 不认自己母亲的尸体已经是触犯天条 天理难容 可能后半辈子或下辈子都不会平顺 对于往生者明明知其名字 但后代子孙却不承认 更让亡者一大蒙羞 这股怨气很难到地狱去交代的 廖大乙解释 亡者灵魂会沦落在人世间作冤魂 无法到地狭盲菩萨那里修行 廖大乙甚至说 若无人认领伴后事 上心人士协助认识 捐官也是大有人在的 若是为了这六至八万元 而据领回母亲遗体 自己跳出来帮忙捐赠款项也没问题 唐志平昨日现身士林地检署 询问后称 我亲眼觉得不是我母亲 我母亲没有绿色衣服 其次脚很粗 我母亲腿非常细 另外皮肤粗糙 我不知道尸体会不会变皮肤粗糙 还是尸斑 我确认不是我母亲 至于有人疑问说 那就验DNA啊 但就像酒驾巨测者 虽然可施意强制抽血检测 但涉及人身自由权等权利 得由当事人同意 何况唐志平母亲相验案 唐并非被告嫌疑人 检警不得使用强制令 若唐志平坚持认为该名死者并非母亲 遗体将会改以有名无主尸体流程处理 由警方公告死者的性别年龄衣着等资料 遗体并存到公告的25天后 若仍然没有人领回 将由殡仪馆办理火化 唐母将因为没有子女等家属送别而孤独火化 至今没奉拜父亲祖先排位 目前母亲中医生也无依无靠 在台湾传统的葬礼流程 在人往生后会准备一个牌位与香炉 以方便后续的法式进行 从头期到元期到告别式火化入塔 都是使用这个牌位与香炉来祭拜往生者 简单来说 这个牌位就是往生者魂魄的占居之所 人死后的中阴生阶段 魂魄更要有个依靠 而不会恐惧害怕 无所适从 麻麻喵喵 未来子孙祭拜的香火 也透过这个香炉领受 拜祖先就是拜鬼吗 是的 没错 请不要再问 祖先为何不投胎去 要在牌位内等我们拜呢 再强调一次 牌位内的就是刚死的中阴生 或投身到鬼道的祖先 鬼道不就是六道之一吗 他们就是已经投胎了呀 只是生前不够善 投胎到鬼道而已 知道了吗 但是就算拜的是鬼的祖先 在周礼中有记载 鬼有所归乃不为力 意思是若鬼有归处 就不会变成害人的鬼妹 而这个归处指的便是后代子孙的香火祭祀 只要获得好的归处就不会变成害人的鬼妹 唐志平出生于泰国 父亲是泰国华侨 在泰国曼谷市区开设一间中国餐馆巨香楼 被当地华人尊称为唐老 而唐志平的家族则是泰国最大鱼路制造公司唐霜 拥有财力雄厚家世背景的唐志平 则因为家庭关系及个人梦想 决定不愿意继承家业 唐志平虽然在台湾成长工作 但国籍却是泰国 餐厅中爸爸还挂着明星儿子的照片 家族虽然是泰国最大鱼路制造公司唐霜 但唐志平却没能继承半毛钱 唐志平曾经坦言 爸爸长相高帅 因此也很风流 在新加坡香港等地都有女友 爸爸与妈妈虽然有婚配关系 但也只是在台湾的女人而已 刚死的人灵魂会在家里吗 有人问 中医生是否必须满49天才能够投胎转世 还是说在49天之内 任意一天都有投胎转世的可能呢 净空法师回答 49天是指大多数 也有少数不到49天 他远成熟 就是他又去找个身体去了 还有少数会超过49天 49天到了 他还不去 还留在中阴 甚至于留在中阴好几年 乃至于好几十年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因为他对世间有留恋放不下 比如说 他自己住的房子 他很喜欢 他的庭院 很喜欢 舍不得离开 他死了之后 周医生不去投胎 他还住在这房子里头 这就是我们世间 大概中国外国都有的 所谓鬼屋 为什么 他没离开 或者他有喜欢的东西 就放不下他喜欢这东西 连古万 舍不得 他也不离开 读书人舍不得那些书本 也麻烦 所以佛教教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可以欣赏他 不要有占有的念头 不要有控制的念头 控制 占有的念头很强烈 往往会造成这个现象 一个造成的时候 你死了之后 灵魂会守在那里 不去投胎 若是对自己身体很爱惜的 放不下的 很可能变成什么呢 就是守识鬼 那个守识鬼 就是他不离开他的坟墓 他认为 坟墓中那个身体是他 他舍不得离开 往往经过很多年 他才会离开的 要把握时间 救度中阴身 那么在为投身之前 可有转变其投身类别的方法呢 有 例如 得闻佛法 或 亲属为其祈福供养 做种种佛事 便能影响 这一个中阴身的前途上升 如果 积怨难消 再加上亲友和仇敌的干扰 也会使得中阴身改变方向 而堕于恶道 所以 西藏密中 特别重视 中阴身救度法 而在显教 也主张 临终的助念 和七七的超度 以佛法来救度中阴 是招请中阴身来听闻佛法 化解心结 减轻烦恼 也以佛法的力量 使得有缘的鬼神欢喜 以此 为其 结善缘的功德 达到超度的效果 至于 极善 与极恶之人 其所以没有中阴身的原因 是在于 他们没有等待姻缘的必要 就好像有人在大学还没毕业时 已经办好出国留学的手续 或已经被公司航号机关预聘了 毕业之后 不需要等待工作机会 或到处找工作 这也许是因为 他们的家庭背景 或学业成绩 由于一般学生所致 相反的 如果出生变为猪牛羊等的家畜 表示出生以后 已经决定了他们被宰杀 作为食物的命运 因此 如果积极修行 努力为善 信心深厚 愿力坚固 就没有堕落三土的恐惧 只要以 信愿和修行的力量 自立立人 上求下化 便会依 信心往生净土 依愿心修菩萨道 不论生于佛国 或生于娑婆 都是直来直往 毫无彷徨 等待的现象 所以 对信愿俱足的佛教徒而言 并没有周英生的过程 也不必要他人以 周英生救度法来超度 对信愿促足的佛教徒 对信愿促足的佛教徒 对信愿促足的佛教徒